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时候我喜欢看大戏 是吗? 是的 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我妈妈喜欢 我姐姐喜欢 他们一下班就很喜欢看大戏 要我跟上去看 我去看都不懂得 不懂得看 很多时候都在睡觉 睡觉 后来 他们觉得 演戏好 不如你 读到小学毕业 我都考了初一 读初一 我妈妈喜欢看 她说不如你去演戏 叫我去演戏 叫我去考虞教校 那时候虞教校刚刚超生 报考 我自己就 她说我去就去 就是这样去 我自己的心 最好考不了 是的 那你那时候 懂不懂唱语曲? 不懂 那怎么考 不懂的 摔滚院楼 那里 在那里 白校长就做考 他就一步钢琴 有个人就弹钢琴 跟着音 我们就跟着音 他弹哪个音阶 我们就唱哪个音阶 就是这样考的 你自己走几步 走走圆桌 自己做出手 看看你的眼睛是否凌不凌 那当时是考三次的 我们那时候叫做 广东队教校超生 就叫做中级班 中级班是五年制的 那考三次 第一次是初试 初试完是福试 福试最后那次 就等法通知 那次是取不取六 是那时候 后来就收到六嘴公之书 就是这样 入了这一行 在过程中培养兴趣 因为家人对粤剧的喜爱 林沛珍在初一的时候 就懵懵懂懂考取了粤剧学校 在学校的学习过程当中 慢慢对粤剧产生了兴趣 那你的粤剧学校 其实是第一届的毕业生 第一届的学生 我们那一届就不是说毕业 就是第一届 要是之前五百年 五百年之前 叫做广东粤剧演员训练班 这个演员训练班 就是七年的 就是林锦平 何督忠 何督忠 曾日祥 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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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学了三个月 三个月后就招我们这班进去 那我们进去就是中级班 他们就叫少年班 那鵬哥呢 即是你的先生 鵬哥是六年年的 六年年又比你迟两年了 是的 那我们这班进去就是五班 八年九月就正式成立广东瑜伽学校 哦 好厉害 那时候的校子就在西湖路流水井 即是南方气院后面 即是曲艺团那里 是的 那时候是两个班 那时候就十八元伙食一个月 不用自己加伙食费 算多还是少 那时候很好 那时候是多少年代 不用交伙食费 五十年代是吗 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 五八年 五八年 五九 五八年九月 成立的 即是不用自己交伙食 是的 就是学校养你们 是的 免费的 免费的 免费教育 一天三餐 早五晚都有 那时候都属于比较困难的时期 是的 都有这样食用 是的 十八元伙食一个月 那时候 包括伙食 有文化科 上文化科 由于我们班 是中级班 年龄比较大的 那就是最小我 和潘杰英 那我两个 那个程度 就和他们不同 就上文化科 我就加入少年班 那就是和林甘平他们一个班 嗯 这样的 曾日常 下百海 那些 那里一个班 就上文化科 嗯 业务科 就和他们 中级班 和中级班 一起上 那一样 都是要练功 要练功 眼指功 把指伸断 腰腿 是的 当时 老师有 金山丙 嗯 嗯 新贵妃 丁禅月 嗯 这样 孙重敏 那些教 那些全部都是叔父来的 叔父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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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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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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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時候很純樸 是的 在學校的時候也挺好的 雖然練功是辛苦 我記得我第一次 一上課開一紙 每個人都要開 金山丙老師 他是教我的 炭子工 跟我開一紙 坐在那裡 靠著工場 他是不是用磚頭去頂 不是磚頭 是用磚頭 他用磚頭去頂 他想著你小時候可以 對 硬開 嘩 硬開痛到 哭到甚麼 我哭了 我簡直哭了 哭了不止 還要一把打到老子裡 他老子不生氣 打他到他不生氣 我哭了 他很痛 你那時候十一二歲 那時候是十二歲 十三歲 十二歲幾十三歲 你打他 痛得很 他就拿一條毛巾來 抹眼淚 這樣就給我抹眼淚 哭也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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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我也沒有用 真的一把打到老子裡 哭也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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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不懂 那時候 可能這種自然反應 哭也沒有用 然後上課 唱功老師 就是薯叔 羅家薯 羅家薯 他怎麼教的呢 他教的 他教的 他坐著 我們兩方 一邊是女的,一邊是男的 就是坐在地上 他就拿椅子坐在那裡 就教,初初學八板頭 那些都是傳統的 康康小火山 我們也學過 我們那時候教是公尺譜 他就說公公,樹山且公山 賀鴻賀士山 就是教我們怎樣唱 一頂三板 大家一起唱 林沛珍從坦子宮 唱功課,基本功開始慢慢學起 學完這些,開始接觸節子起 做花膽和正義 唱牌子東西多些 八板頭,黃姑娘算命 什麼玉美人 都是唱那些傳統的東西 後來再深一步 就打董結拜 唱些方往的東西 都是牌子的 牌子就長些了 再遲些 那些祭塔那些 一路一路一步一步 這樣就幫忙了 學牌子的書 其實你們那幾脫人 就是傳統基礎打得很好 都是傳統的東西 武生教的 那時候 陰公、燒燒斑馬鳴 那些全部都是一段一段 煙騰騰騰的 那些基本功 除了是腰腿 腰腿每天都要練 排場 學 花館啟動的 不用說 一定要學 上雪樓 油花園 殺妻排場 那些 什麼頭河 那些 那些 那些有排場 那些有排場學 學完那些之後 就學節子戲 一做節子戲就開心了 可能 有 那時候 就是沒那麼沽燥 沒那麼沽燥 又要學肥水法 那些 那你那時候做節子戲 是做什麼節子戲 我在學校就學別搖 貝貴別搖 那你有沒有說分 是青衣的 有的 那你是分成青衣 有些是做小蛋 潘潔英一定是做小蛋 跟娃娃生多 她娃娃生多 花蛋那些 羅楚華那些 哦 你是做青衣的 是否因為你淡定 不知道 其實你的樣子是花蛋的樣子 我花蛋也有做 就是花蛋青衣 兩樣 但我記得我第一個戲 就是平貴別搖 嗯 後來去到劇院 就學那個 罪打掌門神 哦 那母寵罪打掌門神 有女的嗎 有 罪打掌門神那個 那個老闆娘呢 哦 有個老闆娘 老闆娘 打胡蝶刀的 打胡蝶刀的 哦 哦 後來被捕入酒程 被捕入酒程 是嗎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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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個是刀馬蛋 是的 哦 哦 在學校一年幾時間裡 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因為班女的人很少 所以還未到畢業 就將他們調到了劇院 幸運的他們 接著又被派到上海拍戲 那在學校呢 你們五年了 五年你學了什麼 你覺得 我們呢 未到五年 我們是一年零三個月 但是這一年零三個月 我覺得 學基礎比較好 因為呢 全部都是傳統的東西多 嗯嗯 學傳統的東西多 由於為什麼 我們未到畢業 就腰節了呢 嗯 可能一個原因就是 人太少了 因為 他超回來一個班 我們那時候是 三個月的 叫做 適用期 嗯 那你得就在這裡 留下來 不得就要走 嗯 這樣篩下篩下篩下 篩下篩下 篩下十二個女的 嗯 四個男的 嗯 所以我們呢 有名叫做 十二寡虎精細 就是這樣 是啊 只有十二個女的 哦 即是只有十多人 嗯 那就不成一個班 嗯 不成一個班 後來劇院呢 就需要人了 嗯 把我們班呢 就撥了去 嗯 有些人呢 就撥了去青年 演練訓練班 嗯 嗯 那就是啊 林錦平那裡 不是不是 林錦平他們都畢業的 哦 他們都畢業的 是把我們班撥了出去 嗯 就朝下一屆 下一屆 哦 嗯 我們 撥去劇院呢 我們幾個呢 就撥去馬洪那一屆 哦 那你們好幸福哦 即是馬師爭洪善女 是的 那時候很頂盛 那時候就去上海拍戲 拍關韓慶 拍關韓慶 哦 那你們更開心可以去上海玩 挺好的 那時候在上海呢 除了拍戲呢 呂姐呢 阿洪老師呢 就很好的 嗯 她又很關心青年 嗯 那我們去到上海 除了拍戲有什麼做呢 嗯 就把我們整班年輕的 就拿去上海戲校 哦 培訓 嗯 那當時呢 我記得去上海戲校呢 就插進去哪個班呢 就插進去齊淑芳那個班 哦哦哦 齊淑芳就是做賜水威浩山的上海 威浩山是上海的那個 哦哦 那拆去他們那個關就連機本工 哦 很厲害的哦 釣魚啊那些在那裡連的了 哦哦 那天就朝朝五點鐘起床 哦 五點啊 是啊 那時很冷啊 那時很冷 五點鐘起床就搭車去戲校 哦 去戲校連工 嗯 有戲拍有我們的戲粉呢 才去拍 哦 哦 那其實你們不單說去拍電影 那麼簡單 其實你們去再做 再深做 哇很好啊 那時候都挺好的 挺開心的 哦 那 除了拍戲呢 就拍完電影呢 就跟著就去南京啊 中山寧那些 那些跟著 在劇團演出 是參觀演出 演出 演出 啊 這樣又要帶片子又要辣頭 嗯 初初不認識的嘛 有小時候 哇辣了頭很痛 嗯 辣到尺 但是呢都堅持 林佩真第一次登台 是在中山紀念堂 一晚演兩部 超軍出賽 還有遊園驚夢 那個時候 他也是做手下 要站好久 這些都令他印象很深刻 說到隨團演出 他回憶起很多趣事 第一次登台呢 我記得呢 就是在中山紀念堂 廣州的中山紀念堂 廣州中山紀念堂 哇好厲害啊 就是 紅線女老師 就是馬 馬洪團 馬洪團 就加上 林小群女肉囊 哦 那我們呢 就 又是 就是在那裡 做學徒啦 學徒啦 學徒啦 一天在瑜伽學校 勃了出來之後 繼續在那裡學的嘛 嗯 這樣就 我們 好像超軍出賽 嗯 做公女 公女 嗯 那個 又要經蒙 做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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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花神 這樣呢 又要帶片子 又要辣頭 嗯 初初不認識 又小時候 哇 辣了頭很痛 嗯 辣到尺 真的 但是呢 都堅持啦 當然不敢說 走入場的嘛 痛都要的 是嗎 那個特別是那個超軍出賽 帶著那個公額 嗯 那個公額很硬的嘛 是呀 壓著 不識辣很痛 這樣都 又不能動啊 是呀 站在那裡 很辛苦 我記得很印象很辛苦 進來就吐了 哦 已經頂不住了 嗯 嗯 還要是一晚做兩 還要做完超軍出賽 還要做了個 遊園經夢 哦 這樣很辛苦 即是印象最深 是的 其次呢 平時演出呢 都是做一下 手下 胡香那些 那些 嗯 這樣 有時是站站很久的 哦 我們叫做企董 企董 企董 最久的企董 九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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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像 九個字 成十一個字 你比如那些大嬸那些戲 是的 我記得有一次就站到 哇 站著一下 哇 腰小便很急啊 哈哈 急到什麼 又不能入場 是啊 這樣怎樣呢 唯有站著忍啊 忍忍忍忍忍 忍到一落幕 就立刻衝進去 除衣服的時候 都已經脫掉了 哈哈 哈哈 小朋友啊 是啊 是啊 急到說 那時候 印象最深 那就是演戲呢 其實有苦有樂 是啊 是啊 練功 最辛苦 練功 除了開一試 其他都辛苦 是的 打關斗 你有沒有達過 有 那時候 我們來到劇院之後 我就跟曾玉女 哦 曾玉女 哦 哦 曾玉女學 嗯嗯嗯 這樣學 那後來呢 就在劇园 有一些折子戲 讓我們實習的 嗯 我做過 《順打張門神》 嗯 《平桂便宜》也有做 在學校也有做 嗯 《搶傘》 嗯 做這些戲 後來又有一些現代戲 《全窗》那些 哦 後來的現代戲 你也有做 有 那我又想知道 你跟著《馬雄團》 跟了多久 都跟了很久 因為 幾年 拍《關愛興》的時候 已經 去了半年有多了 回來了之後 就在劇團又跟著 隨調而演出 後來跟到 六百年 六百年 哦 即是很多年了 是的 那馬斯珍老師是怎樣的呢 因為我沒有見過她 我覺得她很好 她很好脾氣嗎 是啊 脾氣很好 即是沒有罵過你們 沒有 哦 沒有 我記得那時候 下鄉過很多道 過道去演出 你去純德也過很多次海 過些輪道在那裡 下車 我最記得在大石 過大石那個道 下溪 下溪 下溪那個道口 馬斯珍買院獎 我們當時叫她 馬斯珍買院獎 下車請我們吃東西 就買燒和肥 就請我們吃 哦 那又怎樣 一人一隻 是的 你們喜歡吃就去拿 他就拿 哦 哦 這樣的 是這樣的 女姐最喜歡吃番薯啊 那些 糊頭啊 糊米啊 哦 那你們覺得很開心 很開心的 是的 就是出來工作就是玩 是的 都不是玩 因為心情比較好 愉快一點 這樣馬雲都很好 兩個都 即是女姐都很好聊的 好聊的 即是不會說不理你們 不會 或者我正印花彈 我不跟下邊的人聊 好聊天 她到現在都看到我 都都 都 都記得聽 好聊天 哦 這樣 那女姐挺好的 那她 那時候我記得 我 我很肥的 哦 你很肥的以前 以前很肥的 都一百零二斤的 哦 但是我肥呢 我就不是說打橫的 是圓圓圓的那樣肥 嗯 我最記得 馬院長就說 即是說我 哇 很榮 因為我有個花名 那時候在學校 叫做冬瓜 哦 好像冬瓜 所以現在有些人叫 瓜瓜 哦 原來是這樣 哦 喘 女姐 經常打基tor 隨便走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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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ma 對我們都很關心 有腰你穿衣服就好看 有腰也不是很肥 因為我肥不是打橫是圓圓 很有趣 證明你老前輩都很關心下一代 以前有些演員都很好 每個人都很好 譬如在一篇《楚咒雲》 後來我和馬虹沒有演出 到鑑哥和《楚咒雲》 《楚咒雲》是否原廠很漂亮的 我聽說 很漂亮 做苦情戲很好 後來我出了劇院之後 做《胡北歸》 《胡北歸》的戲就是阿雲教我 那時候她還在生在那裡 因為我也沒有見過她 她很手本 她做這個戲很好 《胡北歸》的手本戲 她苦情戲做得很好 是嗎 原台又漂亮 表演又漂亮 這樣我們就去她家去教她 很好 很幸福 鑑哥也是好人 鑑哥也是好人 鑑哥行內也有名 純有名好人 是的 笑口細細 那時候和鑑哥做《王菲虎板五關》 我當她兒子 和冠傑 是呀 是呀 很開心 那時候小時候當然是做那些同學 但是和前輩演戲都學到東西 是呀 是呀 如果是舞台經驗 實踐就是在那時候打 嗯 嗯 即是自己有份參與演出 第二個呢 沒有份演戲的時候 都在旁邊 在家業看戲 嗯 嗯 有得看 是呀 是呀 看就知道 知道是怎樣做 這樣自己就有經驗 慢慢消化一下自己 嗯嗯嗯 58年 在電視台拍電視劇的時候 林佩珍認識了她老公彭智權 她對彭智權的印象很好 覺得她是一位很經驗 很認真的演員 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 她們戀愛結婚了 那你這段時間 即是戲劇院這段時間大約是幾長呢 才再回環境 都有八年 八九年 八九年 都差不多 六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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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六八年 六八六九年 那你這段時間 認識不認識鵬哥 那時候 六五年 因為她是去了語劇院的 她是打罐斗的 她去語劇院 她就是 她就是叫去 山巡風雲 後面分了劇組 山巡風雲那個劇組 這樣就不夠人 就在學校 就抽了四個人 去劇院 一個是彭哲拳 一個是石天 一個是張志強 一個是 李遙光 李遙光 好打得的 四個 她這四個 就提前畢業 提前畢業 就調去劇院 就在山巡風雲的劇組 就做那些農夫武師 當時那些難度很高的那些動作 他們就在那裏做 這樣就經常練功練得很辛苦 好天然 阿鵬就拿汽水拌飯來吃 即是不開胃 對 才吃得患亂 後來弄一弦辛苦的頭 就弄了一個餅 發酵 燒到整個身體不能動 就送去醫院 那醫生當時就說他風濕心臟病 在醫院就留意 那時候我都未認識他 所以你聽人說 他留意我後來聽他說 後來聽人說 這樣呢 山巡風雲的劇組 參加中南梅演 參加中南梅演 他就留意 他就無份參加 無份參加 他們去了北京演出 他就留意完 身體恢復出來之後 那盤哲平的時候 就進來我們那個 劇組 那個叫做演出隊 當時有士國明 士國明就是 狗哥 我們叫他狗哥 他就是做領隊 李彥青又參加 李彥青又參加 就宋碧雲 馮樂榮 我 中碧珠 彭世拳 那你那時候就認識鵬哥 是的 在電視台拍電視劇 那你那時候 你記不記得 你第一次認識他 有什麼印象 就是做戲 他跳不跳皮 以前 不跳皮 他都很認真 是嗎 很認真 是嗎 很認真 我覺得他真的很認真 他排的什麼 掩護 彩虹 那些 那些 電視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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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碧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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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那個女生 那時候拍拳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拍拳 後來才做什麼 後來是怎樣 你喜歡了他 那時候呢 就是晴日拍檔 接觸得很久 就認識 就是覺得他人很好 對 後來就拍完電視台的戲 回來 三月雜訓 雜訓那時候 叫他轉行 那時候才拍拖 他轉行 那你喜歡他什麼 沒有 覺得他人 對於藝術 又很認真 很敬念 因為當時他病了之後 叫他轉行 去義興 義興開電梯 又叫他 要不然去花園 不花園劇門 那他就問我 他說去哪裡好啊 我說如果你身體 認為你不行的 不做得氣的 這樣還叫你去花園劇門做什麼 我說你去義興 去開電梯 是啊 後來他去了義興開電梯 但是他就很不服氣 義興是一間廠 義興 第二興工業局 廣州市第二興工業局 簡稱就是 做工人 那他調去那裡開電梯 那他說他心臟病 你開電梯怎麼辦 那他就調了他 是啊 電梯也是有上又落 是啊 後來就調了他去民族樂器廠 那就是民族樂器廠 做樂器 做樂器 那他那時候 很喜歡做戲 他不服氣 成立宣傳隊 義興局 那他就抽了他去 義興局 宣傳隊 做一些自主戲 沙打坊 那些 遊跳舞 其實都沒有停過 他自己 天天練功 在企連唱 去海豬廣場 和朋友打斗 那他自己 這個身體其實沒事了 恢復了 他自己慢慢恢復 慢慢恢復 那原來後來就說 他不是風濕心 是叫做風濕心肌炎 那就是一種炎症 好炎症 好炎症 當時高學劇團 就要人了 就要尋文武生 當時同班同學 很多人分了去高學 蔡法那些分了去高學 蔡法就舉起 找 阿彭 找他去丹文武生 當時阿彭 就提出他要求 他說 要我 做正印花彈 不是做正印花彈 要調我去他才去 因為你已經結婚了 是嗎 我結婚了 當時我結婚了 就分了去韶慶 喔 分了去韶慶 在韶慶劇團 我說 托著女兒 就沒有做過戲 喔 後來呢 就等阿彭哥 去了高學劇團 然後就調我過去 喔 調我過去 那女兒出生後 即是大了 我自己開始做戲 喔 再開始做戲 喔 一直就做很多戲了 我知道高學劇團 那時 很厲害 很高產 是呀 那時 有很多戲 那時 由四處去演出 三個月 才放一次架 拿著背包 打開 即是整家都去了 你們 不是好像現在 車出車入 這樣 要打背包 落香三個月 放一次架 這樣 女兒就丟下 我媽媽照 喔 那我的妹妹就幫忙看 這樣 時代不是每晚都不同戲 喔 因為那時 一個戲做很多場 那些觀眾喜歡看 喜歡怎樣 喔 剛剛 補妝戲恢復 喔 這樣一個戲做很多 在高學劇團演出的七八年裡 很艱辛 林佩真夫妻二人同心協力 那個時候剛剛恢復古裝戲 他們做了拉朗佩、梁山伯與竹英台這些戲 很有市場 獲得觀眾的喜愛 喔 對了 那說一下你們高學劇團演出的情況 那時候是艱苦 嗯 交通又沒有那麼方便 去身邊演出 過很多個度 嗯 就算去純德演出 也過了四五個度 嗯 才能到純德 這樣就不能回家裡睡 嗯 要搬鋪蓋 打包 好像擔鬥 整天轉演 拿水桶 是的 一個舞台那時候不是做一兩場的 嗯 起碼都做五天 做成五六天的一個舞台 一個舞台 一個舞台 只有你一個正印花彈 你做完的 沒有 有李君 還有兩邊戲 有時候你做一下 有時候他做一下 是的 都是 後期 整個團 有分開兩邊 就 一人擔一個 譬如那個時候 剛剛做 恢復古裝戲的時候 做梁山伯祝英台 嗯 這樣就變成我們四個人 我和阿彭 李君和蔡花 這樣 這麼多人要求他做 不如分開做吧 大家 他們一個隊 我們一個隊 到時 很有趣 做到那邊那些人要求 我又想換人來看 我們兩隊人 對調 對調 你又來這個怎麼做 我又去那個怎麼做 那時候為何阿彭哥會想起 不如做新華的戲吧 新馬師僧 就說阿彭哥是最崇拜的 那時候他學新馬康是很辛苦的 因為未能開放 又沒有東西聽 又沒有現在 偷聽 那時候沒有錄音機 有那些叫礦石收音機 收音機只有 對 收音機叫礦石收音機 很厲害 這樣他很喜歡聽 收音機叫六川堂 他很喜歡聽 六川商業電台 那時候我們也聽過 對 很多播放的那些碟 那些 新馬那些 那些 樂親香 一到那個終點 他就 蓋住棉胎 在棉胎裡 偷偷收聽 因為那時候是不給 不給 這樣聽 他聽很多 聽很多 他就很崇拜 新馬斯汁 這樣就學他 就是那個時候 他就學他 那你們何來劇本 劇本呢 劇本呢就是 在一些 後來就有開放 開始開放 有些錄音帶 我們就買錄音帶 逆翻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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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排了 那個鳳竹燒淡淚味乾 就是這樣排出來 就聽 聽了 拿一些錄音帶 來去逆 都很不容的 逆了 再製劇本 那時候還好笑 做一下做一下 啊 不如開鳳竹這個戲 下個台就已經 停了 這個戲 這個台還在譯劇本 哇 很牙煙 立刻譯完 立刻就排 立刻就做 所以這些班的人 特別聰明 鍛鍊到人 是的 有時候有些大班 你一個戲 你排整個月 你沒有可能 是的 那就鍛鍊到人 到時你拿著劇本 那你就自己 有錄音帶你就聽 沒有錄音帶就自己量度 量度 量度到不懂 就找音樂師傅量量度 不過傳統那些 他又沒有什麼生性癮 都是上下句 還要很公整 這樣 你看劇本就知道 怎樣出場 是的 出場在哪裏 出場 環境是怎樣 劇本那裏有講話 是的 有戒口 是的 是的 那時候真的鍛鍊到人 是的 那你也覺得自己很聰明 那又不是很聰明 很聰明 每晚不同戲 是的 但是那時候 不是每晚不同戲 因為那時候 一個戲做很多場 那些觀眾 喜歡看 喜歡點 剛剛 補裝戲 恢復 這樣一個戲做很多場 我記得 做鳳竹 燒殘淚 美肝 只是在順德 每晚都做著那個戲 那些人都不厭 不厭 證明新馬的戲又很有群眾 是的 那時候慢慢做 做到我自己都驗 觀眾都未驗 嘩 去到這個台又是這個戲 去到那個台又是這個戲 一做就做幾晚 這樣的 胡不歸也是 胡不歸也是 做到一些 在沙灣 潑魚沙灣 潑魚沙灣 做到那些觀眾 研究後 要做完 原裝原版 原裝原版是四個多鐘頭 又做了老豆出 他又被出家趕出來 做到又遇上個老豆 那些 做題 我們六點半開場 上下卷 有上下卷 分了 上卷做完 中間又到九點鐘 又做了下面那一卷 這樣 來做我們的觀眾 這樣做完是不是很累 四個多鐘頭 很辛苦 做到那時候沒有冷氣 那些劇場 做到 真是暈倒 熱死文武生 真是暈倒 鵬哥 我們見他現在做戲 都幾件水衣 那時候不是整晚換水衣 是啊 我洗水衣洗得慘 要準備幾件 散了一場 很多 四五件水衣 連同我自己那些 散了一場 還要洗水衣 那時候 那時候 卸妝當然是最遲 我們 是啊 那是打井水 嗯 井水那些井 打下打下淺 那越打越深 最後那些 還要用力一點 是啊 還要打上來 拉一些水上來 就更耐 是啊 那又要洗水衣 洗完又要浪 翌日又要做 有時候又要做 有時候要做入戲 但是那時候 睡了後生 哦 後生又不覺得辛苦得這麼 就是力去力回 睡醒覺又沒事 是啊 哦 那又要轉點呢 轉點呢 又要撿鋪蓋 嗯 第二天 撿鋪蓋很好笑的 我們呢 我當然是起床先的 嗯 起床 把那些不用的東西 收拾 他就繼續睡 嗯 睡到呢 拆蚊醬了 拆完蚊醬 我捲了蚊醬 擠了在背包 嗯 連張皮都捲了 還不起來 還要睡 他這麼慢睡 是啊 最後一刻了 最後要開車了 他起床了 摺了那張植 放下去 嗯 那就開車了 哦 早餐都不吃的了 很少吃的 那時候 最重要是睡覺 喝茶 哦 很累 是啊 那就轉點了 拉蚊醬 哦 都是這樣的了 那時候交通又沒有那麼方便 是啊 是吧 演戲的場地 又沒有現在的那麼好 嗯 艱苦很多 是啊 但那時候你們的高學劇團 是很有名的 很多人都知道你們有個彭氏團 有他們的劇團 演新馬的戲很厲害 是這樣的 哦 其實這個高學劇團 你們是做了很多年 是嗎 做了 又是七八年 在機緣巧合之下 他們夫妻二人調到了佛山青年劇團 林佩真坦賢 在這裡他負擔沒有那麼重 一直做到退休 那是什麼機緣去佛山的呢 那時候呢 因為要分開院了 嗯 以前叫做高學 嗯 後來要分院 就分高明學生 嗯 高明學生兩個院分開了 嗯 劇團的人呢 又要分開 嗯 嗯 我們覺得 嘩 如果分開這樣再做下去 人才又不得充實 嗯 就是少了一半 對 那自己呢 那時候又不是老是 還是年輕 嗯 都要發展的 嗯 這樣就想著 始終呢 你都要向上 向前 向前看 當然不會越做越低 沒錯 那當然呢 向上 人向高潮走 是的 那想自己出來再做 嗯 為什麼去佛山又不去劇院呢 又不去其他 因為當時呢 佛山的文化局長是 曾江 嗯 曾偉的爸爸 嗯 當時呢 佛山青年劇團呢 就去香港演出 嗯 去香港演出 要豐富劇團 要充實劇團 嗯 這樣就將我們 調進去 嗯 調進去 你們和發哥一起去 是的 那時候很多人的 是的 黃白龍呢 嗯 不是 黃白龍 開發 蔡花 史謙邦 史謙邦 這些五六個人 是的 六個人 哦 進去佛山青年劇團 嗯 這樣就 排一些戲呢 去香港演出 嗯 這樣就是 將劇團呢 充實一點 一些人才 嗯 充實一點 豐富一點 這樣進去 嗯 這樣就 嗯 那時候 那時候 朱振華 已經離開了佛山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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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就是比較充實 一些人 嗯 很多人才 人才多些 那去了佛山 你覺得你自己和你在工學有什麼不同呢 那去了佛山 我的負擔就沒有那麼重 那就是 因為有阿珍惠 不用自己擔了 那有時 有些戲就是阿珍惠做 有些戲我做 嗯 那個 那個 提小恩緣 嗯 妻娘寮公月 嗯 這些戲 拉郎布 這些戲我做回 嗯 曾惠有曾惠 他又做回他那些 他那些戲 嗯 什麼 神彪女 啊 漢武帝 嗯 那個 那個 弟女花 我們叫 含張樹下弟女雲 哦 這樣就 他做 我就幫他 哦 都是這樣 挺好啊 哦 一去佛山呢 其實應該是很明智的選擇 是嗎 是 都是一步一步 哦 這樣就在佛山就做到 做到退休了 哈哈 我知道了 你在佛山就做到退休了 那李達 做了那麼多年戲 其實你最喜歡哪個戲呢 我自己呢 我就沒有規定自己 要做什麼戲 這樣 嗯 那我就什麼戲我都喜歡嘗試的 哦 所以呢 花旦戲我又有做 青衣戲我又有做 嗯 彩蛋戲我都做 嗯 那甚至呢 有老蛋戲我都做的 不過呢 那時候就沒有被 即是出來正師參加工作 就沒有做過 是記得呢 在瑜伽院的時候 做秦香蓮呢 我也扮過做過國派的 哦 那年輕的時候做國派 畫到那邊畫畫畫 好像貓那樣畫完你的鬚 這些皺紋 哦 我沒有規定自己 但是我自己心目中呢 我都是喜歡清潔力多一點 嗯 比較喜歡淒涼療風月波 他呢 就跟我們看病 醫病 帶阿鵬去醫病 哦 那時候呢 就把他醫好 醫好 就要出來做醫 是啊 阿鵬哥現在真的很好 因為病了 夫妻二人移民到澳門治病 在休息醫病期間 彭次權有時間去專心研究唱腔和發聲 令不到很多的心得 換了一種更好的唱法 我未到五十五歲 我五十歲 我就申請退休 因為當時我身體不太好 是啊 真的耳朵不好 耳朵 耳朵呢 聽不到話 耳鳴嗎 是啊 為什麼呢 現在又不聽見你說耳鳴 有的 現在好一點 比那時候好一點 休息後好一點 是怎樣造成的 是否壓迫神經 可能是神經性 傳導性 醫生我去看醫生 都說我傳導性肢肉 會不會和你長期演出 那些挪骨 摘花生 摘花生 最重要是休息 休息 休息 睡覺就睡得不好 睡得不好就影響神經 即是你失眠 對 失眠多 很多時候失眠 那如果戲斑失眠 很失眠 我結局做得這麼辛苦 我就提早退休 內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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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後 做了沒多久 阿鵬又不行了 又是耳朵 嘔 整天都暈 暈 暈 後來他又停了 就沒有做 沒有做就是醫病 這樣 後來你們的醫病 醫病就是移民去澳門 是呀 是這樣 那時候 就很多得阿鵬姐 澳門阿鵬姐 他就跟我們看病 醫病 帶入鵬去醫病 這樣 那時候就 將他醫好 醫好 之後出來做戲 是啊 鵬哥現在真的很好 他現在出來做戲 他又更加好 我覺得他唱功 好像跟以前的方法不一樣 因為那時候他一路 休息醫病的時候 在澳門 就跟阿鵬姐經常都談 不夠唱功 反而 不夠唱功 有開局唱一下 是啊 他就在那個時間 真的正所謂沒有壓力 沒有說要負擔一個演出 這樣 他專心研究這件事 研究唱功 唱東西 發聲 他就在那時候 跟阿鵬姐經常都研究這件事 哦 這樣就 在那幾年之中 她是 很有心得 對 換了另一種唱法 就是唱法 比以前好很多 是的 以前的唱法 經常都滲滲 是的 後來就是現在這樣 這樣唱得現在挺好的 是啊 很舒服 以前都舒服 就是全靠 剩下來一輪 一路醫病 一路研究唱歌 嗯 這樣在澳門 經常跟阿鵬姐開局 唱歌 唱歌 嗯 這樣就 那個唱法就變了 好了 那麼 在澳門這段時間 你們身體又好了 你耳鳴都沒有這麼厲害 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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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平時你們的生活 是做什麼的呢 即是你平時是做怎樣 我退休之後 叫做無視網 哈哈 怎樣無視網法呢 那麼打理家庭的東西多一點 嗯 那麼你家庭都是只有女愛人 那個女兒又去了新加坡 都不是的 都很多東西的 你看她一個家庭 就算一個人都好 你都要很多 很多東西都處理 嗯 那麼阿鵬她還要演出的 阿鵬哥還要演出的 阿鵬哥最近又互約了很多 又拍了電視劇 這樣都要照顧的 嗯 有時呢 我就在澳門陪下 阿鵬姐回來 這樣又 又照顧一下阿鵬 嗯 覺得自己很忙的 這樣兩邊 兩邊這樣走一下 阿鵬哥現在就夠睡了 不會說以前的劇團 這樣經常不夠睡了 這樣好很多 林佩珍和彭次權 經常探討 怎樣演好戲 怎樣揣摩人物的內心戲 林佩珍就說 彭次權在拍了電視劇 72家房客 幾年下來 他收獲很多 內心戲的表現 豐富了很多 戲曲演員做電視劇好嗎 好 有什麼 我覺得他這樣轉好成功 對戲曲演員拍電視劇 拍得多電視劇 他對戲曲的表演是很有幫助 內心充實一點 是啊 自然很多 你雖然說戲曲演員做電視劇 最初他是有舞台的影子 有痕跡 但是你做得多 做一下做一下 他必然自然 自然了 回復再做戲曲 他的表演就很自然 就是內心戲 你覺得現在鵬哥演戲 好像跟以前有些區別 自然了很多 內心戲充實很多 充實很多 因為他很奇怪 說回他拍《七十二家房客》 找一個做太子餅的演員 當時找誰 是黃偉鄉同志 因為他是七叔的徒弟 文國菲的徒弟 他就做文國菲的戲 《七十二家房客》電影 是文國菲 文國七叔做的 《太子餅》 不如找鵬哥適合些 後來去試鏡 又覺得他挺像 又像有七叔的影子 那些影子在那裡 他樣子也有點像 然後告訴他 一百二十集 一百二十集 他就聽了二十集 聽不到一百 二十集 好了好了 答應了 誰知道到簽約的時候 一百二十集 他就一百二十集 嘩 這麼久 我行不行 哪有這麼多時間 誰知道 一拍下去 現在不止一百二十集 第六季都出來了 還要繼續拍下去 拍下拍下 他又覺得挺好 挺有趣 挺開心 可以做一下電視的表演 回復回 他又可以做回舞台 一直都 現在都拍了三年 三年之中 他的收穫都不少 他的心得 做戲的心得 最近他做了一個戲 反差是很大的 情深偷盜蕭章 他做假虎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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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按年齡 按形象 他是很不成功 做不到假虎肉 特別是他現在這麼肥 他為了做假虎肉的戲 他刻意去減肥 真的被他可以說 是OK了 化妝等等 所以他這樣扮相 最近這樣做出來 觀眾的反映都挺好 但是假虎肉這個戲 我覺得他的內在 內心表演是很充實的 這個可能 歸功於他拍電視劇 但電視劇 積累了 怎樣從那個人物的形象 去探索 去表演 他是內在戲充實的 一個假虎肉 一個胡骨龜 他的文憑生 我覺得他充實很多 內心表演 跟以前也不一樣 豐富 即豐富 表演豐富 他雖然是學生馬 學長哥的 學師父 他師父的戲 但是他在細緻的 細緻的表演 他是豐富了很多 挪鼓點 節奏 還有他的感情的表露 我覺得他做回之後 都是比較小的 他最近有做過 是 再一個他嘗試 做不歸過家房 嗯 這樣 你也是 他跟我做 是啊 這樣 初初他做的時候 我覺得他 跟你做那一場 嗯 那個表演太過誇張 嗯 一誇張了 就變成了 沒有了那個 文方氏的身份 嗯 他大家 他不是普通的家庭 大家族的婦人 是書鄉世代 他是 大家庭的 那種這樣的婦人 嗯 他回來 都跟我有 都有 聊一下 哦 我說 你這個 這個人物 就是這樣 就是誇張的頭 變成了 很低俗 嗯 不得高貴 嗯 要做得他高貴 那他後來 就是大家互相 就是你倆夫妻 聊天不聊 那他又覺得 都對 嗯 所以後來 在省庭 和蔣文端做 在香港演出那場 文宇清 文宇清做文明生 嗯 啊 端姐做 朋友 他做了家庭 嗯 那一場呢 他做起來反映很多 嗯 既有那種 文方氏的身份在那裡 嗯 又有他醜生的風趣的一面 嗯 那一場做得不錯 嗯 他都嘗試了這幾樣東西 都離不開 他拍出現在黃客的表演的外奏 嗯 那他反映出來 他沒有那種 譬如 做家庭 他就沒有太子餅的影子 嗯 做太子餅就是太子餅 嗯 沒錯 家庭就是家庭 嗯 保育他就是保育 嗯 即是那幾個人物的形象 性格很鮮明 是的 很鮮明 就沒有這些痕跡 嗯 就是我自己的感覺 嗯 他做出來 就是沒有痕跡 沒有說有些太子餅的痕跡 嗯 或者做太子餅的 或者混在一起 那些 嗯 有時間的話 林佩珍偶然呢 還會出來做戲 他覺得 現在演戲 反而對人物的揣摩 比以前 認識得更深 早一陣 在香港 楊凱凡 嗯 搞了一個演出 嗯 他的專場 嗯 我和阿鵬有客串 嗯 客串也是做 做搶笛 嗯 做過 嗯 搶笛做得多些 因為那些人喜歡看 好笑 嗯 那整天都是點這個戲 嗯 那點這個戲就做這個戲 那你又做彩蛋 你又沒有所謂 沒有所謂 開心 我什麼都喜歡做 那他順得做 那些人會覺得很有趣 是的 因為呢 我都好像十幾二十年 沒有看你演戲了 那一下子 哇 看珍姐演戲 那些人很驚喜 是的 有些人是 哈哈 專門去看你 過晚客很多人都 是的 有些人 你現在演戲和以前演戲的心情 是不是不一樣 我反而覺得 現在這樣出來演戲 反而感觸 對人物的揣摩 反而比以前還要好 比以前還要好 嗯 嗯 因為呢 自己停了一個階段 演戲 去看多 嗯 看別人的看得多 嗯 知道哪樣好 哪樣不好 是啊 到自己做回的時候 這樣就知道 以前我這裡處理 是不夠 沒有那麼好 現在這樣處理 好一點 嗯 嗯 我感覺可能還好一點 嗯 嗯 但是呢 你說年紀 當然現在大了 沒有那時候年輕 那樣 啊 氣化當然是保持 但是你覺得 聲音還好嗎 又保不保持得回 嗯 這些要等觀眾評論 哦 就是你自己 但是我自己的感覺 唱起來 就 好一點 都會忠實 都會好一點 嗯 因為可能以前是疲勞 現在就在那裡休息一下 人家說聲音要養一下 那又會好一點 哈哈 或者是呢 啊 或者是呢 但是我很少說去研究這件事 現在心態不同 就是玩一下 玩一下 是的 那好啊 每天都開心 希望你每天都好 是啊 低位 啊 原來學戲這麼辛苦 但是也好 如果來到這個行 你都要 就是 學好它 盡量學好它 每一樣工作 每一個細節 你都要學 啊 原台工 你也要學 那時候 原台工 原台是尾喉的 就是一開始就要 一開始就要 一開始就要 沒有 一開始就要 擔心 很快 我們來一開始 各位订阅,请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